陈清秋跟盖娇娘这姐妹两人 打算在第二天在盖世英的寿旦之日的时候 剑舞梅花剑 商量好了 两人把剑路子也熟了 但是陈清秋心里想 明天寿堂上我要跟他这一舞剑 肯定他全山寨的政府偏寨主都在当场 我将要经受一场考验 陈清秋不担心别的 就担心山上这么多的寨主 不定哪一位要去知道一点他的底细 这事可就全砸了 但是既然已经是赶上这一步了 那就得往下走了 陈清秋当天晚上就跟盖娇娘住在了一起 第二天早晨起来整住了山上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摇五鹤六吵吵闹闹闹都在给盖世英半寿做准备 抬桌子的架板凳的这个厨房里面大什么 刀愁烂板一气烂响 简直都忙活坏了 天将近午的时候 盖世英这败寿的仪式这才开始 盖娇娘和陈清秋两个人奔前面来了 盖娇娘双手捧着一个大个寿桃 据说这大寿桃啊 只有女儿才有资格买 盖娇娘把这大寿桃捧着到前面一来 先摆在那个寿桃的桌子上 陈清秋跟着盖娇娘来到这寿桃里一看 可这寿桃布置的欲众不同 气魄 豪华 这寿桃就是据一听 昨天整个布置了一夜 正当中是一个挑衫大寿桃 前面是一个大条案 这条案上摆着很多的礼品 什么有清裕的寿性朗 翡翠的佛爷 什么金子银子小玩意儿小家事 欲如意 一英物品都是各寿主所送的 参吃不齐都在那摆列 正当中有一箱炉 是陈清秋不得而解的 这旁边那墙还挂了一幅画 这幅画什么 画了一老头 陈清秋心想这老头是谁呢 看上去也不像寿星老 也不像哪对佛爷 可这谁送的呢 陈清秋比较纳闷 这功夫 债主们陆陆续续的就都来了 金石大盆 盖世英今天换上了一身赞心的衣服 当这个寿堂拜寿开始的时候 盖世英在旁边有人搬过了一把金交椅上的端然稳坐 众位债主先给盖世英做衣的拜寿 最后也是临到了陈清秋和盖娇娘了 盖娇娘先过来给自己的爹爹拜寿 陈清秋过来给叔叔拜寿 拜完寿之后 大家伙就准备要开酒席了 这酒席正在摆着的功夫 陈清秋就向旁边的盖娇娘问了一句 妹妹 他那边那老头 那是画的谁啊 盖娇娘往墙上一看 这老头 这老头我也不认识 我跟你问他啊 盖娇娘马上就跑盖世英这来 丁呀 那墙上画的老头那谁啊 盖世英往墙上一看 啊 哈哈哈哈 小娘 你问这墙上这老者吗 这乃是太师爷的画像 老太师蔡京 知道我金千半寿 这一差人送来了一千两雪花银 还有这么一幅画像 这幅画像是蔡太师的 告诉我把这画像展示完了之后 马上再带回东京 不可再次久存 只在这放一天 蔡太师对我可以是另眼看待呀 所以说这句话 陈清秋在他们一听 心里边咯噔就这么一动 哎呀 哎呦 我说这个盖世英在这仓军山上 这么大的气魄 这么大的势力呢 感情他背后还有一个蔡京 得支持他 这一个寿里就拿了一千两银子 那说明盖世英 他已经当了蔡京的爪牙了 这是蔡京连外的保镖 陈清秋又过来了 叔叔啊 那蔡太师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当操蔡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他能给您送了那么一张画像 那说明您跟他有交情 哎 有什么交情 我该是应 无非是给他蔡京当了一个城外的意图 除此之外 岂有他在 哎 清秋啊 我听人说 你文笔不错呀 哎呦 叔叔 我有什么文笔呀 我爸爸是算卦的 有时候在外边摆卦参 不得不写几个字 我那文笔可不入流 哦不不不不 蔡太师这张图像在这卦掌 还缺一幅对点 清秋 你 给写幅对的怎么样呢 哎呦 我可不行 叔叔 这山上这么多能人 这么多高人 我这两笔子哪露得出来 哎 你别看山上这么多大小债主 这都是些不从文诺的义勇之夫 没有几个会写字的 清秋 你恐怕就是我们山上的女秀才了 来 纸墨看过 说这话 纸墨看过 这旁边有人这就拿过纸墨 拿过宴台 就让陈清秋写字 这盖教娘也知道陈清秋水笔字写的不错 盖教娘也说 就是 我这大师兄的字写的就是不错 全身在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谁也不行 大师兄 给他们弄一声 给他写 写什么 陈清秋心想 让我给蔡经这幅画写字 写吧 陈清秋伸手就把这笔提起来 圈纸都采好了 他先写的横批 把这横批往桌子里扑 提起笔来 挥毫写了四个字 图画 禽兽 写完这四个字之后 这债主有认字呀 一瞅着脸就尝尝 诶 这什么字 怎么给蔡寺师写那图像的图画禽兽 这不骂人吧 啊 盖石英仔旁边一缕这红胡子 脸也沉下来了 清秋 您这是写的什么呀 说说 图画禽兽 图画禽兽是什么意思 您待会儿 等看我写完这对子再说 把这上脸铺好 提起笔来 接着往下写 图公之相 画公之影 下链接着又写 秦中之凤 寿中之灵 盖石英一看 这对子写得好 看这横批图画 秦兽是骂他 你穿这树的条幅 解释开了 图公之相 画公之影 就是画的您的相 画的您的影 您是秦中的凤凰 寿里边的麒麟 最高贵 所以把这对子 跟那横批一块 就贴上了 贴上之后 这债主们 有的道路的时候 瞅着瞧了半天 总觉得有点别扭 说这个对子 有个特点 是横着骂街 竖着捧场 大家伙谁还说不出来 这对子贴好了之后 盖石英琢磨了半天 没揣测 都是陈青秋 究竟是保义呀 还是贬义 行啊 先贴着吧 对的就这么贴着 一会儿的功夫 九席一百上 九席这一百上 各为债主 按作为全都入座 陈青秋跟盖销娘 两个人也坐下了 就在盖石英的夏春 手这张桌子上 大家伙 一起举杯 是开一回上年 紧接着三杯两盏过后 这就话全行令 这些债主嘛 都是什么人哪 毫无顾忌 这一话就全来 是大声吼气的 那喊着 六六 俩好 八笔马 全到了 喝喝 共挂 瞧着乱 背盘之响 大家伙是闹闹 抽抽 这酒喝着喝着 可就喝到了热闹场了 这时候有的债主 又站起来了 我要唱一个 那个债主站起来了 我要叫一个 这个时候 盖娇娘在旁边站起来 这样 今天是您的寿担之日 我跟我的大师兄 昨天晚上就给您 准备了一个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给您 队伍梅花剑 不知道众位债主 你们愿意看 不愿意看 这些债主 没听这两个姑娘 给他们队伍梅花剑 巴不得的 让他们五把剑看看 这些债主一起鼓掌 好好好 大家一起鼓掌 酒都不喝了 瞪眼瞅着这两个小姐 盖娇娘 非常自得 非常轻松的 以后打这桌子花 不就走出来了 这叫 什么 陈青秋跟着盖条 娘就出来 两个人这队伍梅花剑 是双剑 两个人各自把双剑练过之后 就来到 他们那喝酒的前面 大厅外 这有个空地 两个人把这双剑 手中一抢 左右一分 来 请 梳理生请 借了花 一要求看 这两个人就在这大厅外 这剑就走开了 这剑一走开呀 屋里边这些喝酒的政府债主偏债主 谁都不喝了 膝蓋忽住一个个全离了 座位都呼到门口这来的 这搬那个肩膀子 那个灯 那腿 那踩 那脚面 伸着脖子瞪着眼一起往那挤着往外看 这两位姑娘 这一五剑 两口宝剑 好像两道银光 两个姑娘好像蝴蝶一双 蝴蝶绕着银光 银光绕着蝴蝶 忽快忽慢 忽若忽强 银光闪着寒气 蝴蝶透着忧香 燕如桃里是冷若冰霜 寒光闪处 蝴蝶分翔 忽疾风 咒雨 不见蝴蝶哪里去 只见一片寒光 见走之处 那真是如幽灵飞舞啊 这些债主一个个的看呆了 看傻了 有的眼睛看直了 有的嘴看邪了 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哪说这擦 好好 真好 当这两个姑娘把剑势一收的时候 双剑万块 都是一盒盘子一闪身 大家伙 抱起雷鸣般的掌声 堵着门口都不动他了 该星在后边一看 各自就坐 是 大家伙这才回来 现在两个进来了 在原地这一座 这些个债主 一个个对这两位小姐 都投来了羡慕 欣赏 敬仰 还有说不明白的各种目光 嗯 心想这两个姑娘 不但人长得漂亮 这剑练的也好啊 这双剑走的 你看这剑走宽之后 光剑剑光 不见人影 这说明这功夫已经到了炉火春青的程度啊 来喝酒喝喝喝喝喝 大家伙这一喝酒 陈青秋跟寨交娘两人坐着呢 不喝酒 两人光等着吃菜 就在这功夫 有打那个桌上晃晃晃晃走过的一个人 谁呀 酸云燕的西金刚 这西金刚二十多岁 长得风流淒淌 潇洒漂亮 端着酒杯 现在这脸喝的红扑扑的 两个眼睛捏歇着就过来了 这一道陈青秋的跟前 他不敢给盖娇娘敬酒 为什么呢 全山寨的大小政府偏寨主 都知道盖娇娘是一只刺儿玫瑰 谁也不敢得罪他 给你两句话就够你受的 在这说他爹 这大寨主盖石英 冲着盖青那个面子 谁对盖娇娘也不敢说个人走法的话 陈青秋是刚来的 所以西金刚来到陈青秋的跟前 陈小姐 今天在我们山寨 我是第一次走看方容 陈小姐不但人长得漂亮 见恋的也好 可以说这是文武全才 这字写的也好 像你这样的女子世间少有 非常敬慕陈小姐 陈小姐 我叫西金刚 外号酸云燕子 您知道吗 皇宫里边盗取九龙珍珠关 就是我 那算了什么 我们山寨上这些弟兄们 能盗关 他有的是 但是无非是 无非是派我去了 我提这个呢 是让你知道知道我 认识认识我 陈小姐 初次见面 向敬陈小姐一杯酒 不知能不能闪光啊 啊 陈青秋感到就站起来 哦 西斋主 就要您的大名 实在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哈哈哈哈 我知道 一般的女子都不会喝酒 我也不勉强 你就喝这一杯 你就把你那酒杯钻起来 把你杯中的酒 上您那嘴唇边上沾一沾 我就把这杯干了 嗯 怎么样 西斋哥一拿出这个姿态 盖娇娘在旁边瞅着 就拿那个眼睛斜了个裂去 心笑 真是碎眼 要不是今天是我爹的受赞 只是我非给你两句不可 盖娇娘今天在这压着火呢 西斋哥在这端着背着 站着不动 陈青秋一看 好吧 那我就沾一沾唇 对 沾一沾唇 我就干 好 陈青秋把这酒杯就拿起来 把它放在自己跟前 这杯酒端起来 他可一直没喝 头一次把杯端起来 把这个酒往嘴唇一沾 撂下 西斋哥一看 好 赏了我八十块的一个大面子 哈哈哈哈 干 一杯酒喝下去 他这一杯酒刚喝就在旁边 逛逛当当又过来一杯 陈小姐 哈哈哈哈 你要是干了他的 可就得干我的啊 陈青秋一看旁边过了 这位 猪嘴撩牙满脸 没有一块人肉 心想这是谁啊这是啊 这山上怎么什么模样都有 请问 这位债主您贵心 我 哈哈哈哈 人送外口 银头凤 我叫张勇 这边喝酒可不能看模样啊 你要干了他的就得干我的 咱们下次再说 陈青秋和盖娇娘两个人 在盖世英的寿宴上舞了一趟剑 这一趟队伍梅花剑练完了之后 是盖世英手下所有的大小偏证债主 全都为之震惊 这些战主们一看这两位姑娘 不但无意超群 而且人才出众 等到喝酒的时候 这西津哥端着酒杯过来 就要给陈青秋敬酒 陈青秋说不会喝也不行 非让喝 哪怕沾着嘴唇也行 陈青秋把这酒杯 端起来 往嘴唇沾了一下 西津哥把这一杯酒就喝了 他这一杯酒刚一喝完 随着西津哥后面又过了一位 银头奉张勇 张勇也断了酒杯 他比西津哥醉得好像严重一点 晃晃当当走到跟前 也让陈青秋喝 陈青秋说我不能喝 张勇说你喝了他的就得喝我的 咱们这 金砖喝后玉瓦喝饱 你要不喝我的就瞧不起我 这公子西津哥一看张勇 我说你真是跟着起哄 我这敬酒 你过来干嘛 当我走了你再过来 怎么着我就愿意凑这热闹 请你敬酒就不请我敬酒吧 西津哥拿手一扒他胳膊 和他们一推他 张勇问和一个脸下干什么 你要跟我动手吗 这俩人就手就打上了 半真半假的这要打架 正这个旁边晃晃晃晃晃晃 又过了一位 这位是五只凤最后那只凤 铁头凤 他叫周虹 这周虹 人送外号丹凤颜 怎么叫丹凤颜 他可不是像关羽那样 丹凤颜像那个和凤凰的眼睛似的 丹凤 红凤 那个丹 他这个是丹霜的丹 他这丹凤颜就大小眼圈模样 这位周虹 大小眼端的酒杯也过来了 嘿嘿 我说 陈小姐 他们俩的酒都喝了 我这酒您可以也得喝 您要不喝我这酒 您就是瞧不起我 啊 来来 来一杯 这公盖椒娘子 朋友们就站起来 我说你们干什么呀 啊 你们起什么话 你们一个个你看喝的醉不得 像那个人模样都没有 干什么呀 我大师兄出自上山 你们就这模样啊 啊 有点身份 自个儿端着点 这功夫干是英 在啪啪说话了 哎 这位弟兄 女孩子家让他们喝什么酒啊 各自归你们的座位 你们有本事自个儿去喝 别说 这总嫖爸的大代主盖世英 说话还得有分量 这一句话说出之后 西京哥一瞧 好好好 走走走走 你们俩还不得喜欢 我也不得站住 走走走走 各归各的本位 那两个也归到座位上了 西京哥可没回到座位上去 他把这个酒杯 往自个儿里桌子一放 一转身 冲着盖世英一抱完 大家说 今儿个是你的生日 受赞之日 喜庆天生啊 大家伙 你看有唱的 有跳的 还有舞剑的 我觉得到现在 应该给您这个受赞之日 掀起一个高潮 再给您 掀一个新内容 我新京哥 说实在的 冒着生死的危险 闯进了皇宫 倒出了九龙珍珠关一顶 对 知道九龙珍珠关是什么吗 就是皇上戴着帽子 皇上戴着那帽子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啊 我把他道理 现在这顶帽子 就在咱们山上放在 大家说 我提个建议 您呢 把这顶九龙珍珠关 拿出来 当着众为弟兄的面前 今天是您的受赞之日 咱们众为弟兄在这 过过皇上眼 恐怕这辈子 咱们在座的哪个也当不了皇上了 别看当不了皇上 咱们皇上那帽子戴一戴 啊 这也叫祖上 坟营里边冒一股青烟吧 啊 但这种 您看如何 他这一提一旁 大家伙 齐声响应 对 把那九龙珍珠关拿来 咱们大伙一人带一下 大家伙这一起哄 盖兴心想 众为弟兄是给我庆受 大家伙有这么种兴致 你说我要不让大家呆 这就把大家的兴致 给扫灭了 这很不好 盖世英琢磨了琢磨 好吧 既然这样 脚娘 你就到后边 把这九龙珍珠关 给我拿来 看来这个九龙珍珠关 是交给盖世英 盖世英交给盖脚娘 保存在一个地方 这个时间盖娇娘就站起来 一扯陈青秋 师兄啊 走 跟着我一块拿九龙珍珠关 盖娇娘 对陈青秋可是毫无戒心 盖娇娘 为什么拽着陈青秋呢 因为她看见刚才这些债主 过来对陈青秋 这个敬酒 那个让酒 一个个的都不怀好意 盖教练心想我走了 我把我大师兄也拽着走 想着你们这帮小子 一个过来给他添麻烦 陈青秋心想 哎 你拽着我去取这个九龙珍珠关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啊 我上上干什么来的 上山上卧底 一是要破你的藏军山 最重要的就是要取这九龙珍珠关 到现在不知道九龙珍珠关 放在什么地方 陈青秋跟着盖娇娘往外就走 他跟着盖娇娘出了这个举青之后 转身往中山寨的后院来 走到中山寨的后院 这有一个小院落 非常的雅静 院子里边有一棵百年以上的柏树 这个柏树啊歪歪着 在这个柏树 树影的映照下 底下就是一棵井 是八角的 这个八角井 往下一看呢 井底下没有水 可能当初有水 现在已经干了 盖娇娘告诉陈青秋 师兄 你跟着我往下下啊 陈青秋站在井边上 焦娘啊 我要下去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这个九龙珍珠关 放在这里边 一定是很保密的 我要一下去 你不怕泄密啊 陈青秋会说话 他一说这句话 盖娇娘一听 哎 师兄 这说什么话啊 你是我的师兄啊 有什么事 我能背着你啊 你就下来吧 你不会给我泄密的 说的话 就看盖娇娘捋的 这个井壁 这井壁上有脚的 蹬着挖楼 这么一步一步的 就下来 陈青秋随后 也跟着下来 下到井底之后 往井的旁边一看 这有一个 一人来高的圆旋门 盖娇娘一低头 就进了这圆旋门 陈青秋也跟着往你走 当他往你走的时候 就看盖娇娘顺手 往旁边墙壁上一滑了 可能早就准备好了 这墙壁上 有一只蜡 他把这蜡拿出来 盖娇娘又到东囊里边 拿出来火折的 把他打着了 把这只蜡就点着了 举着这个蜡烛 又往前走 走不多远 一看前面是一个大铁门 陈青秋就在盖娇娘身后 跟着陈青秋心想 看来他这是一个地道 一个暗室 这个九龙珍珠关 放在这个地方 要不是盖娇娘领着我来 恐怕一般人谁也找不着 到这个铁门的前面 就看盖娇娘梦铁门 旁边有一个按钮 用手一摁 这个铁门 一切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 里边还是一条通道 他举着蜡烛 继续往里走 陈青秋随后继续跟着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在走这段路的过程当中 陈青秋往两旁边 扫了两眼 发现两旁边 还各有一个岔道 但是他们没往里去 是直接着往里走的 走到尽头 一看前面又有一座铁门 这功夫就看盖娇娘 用手又按了一下 在门旁边的三个按钮当中的这一个 一按这个按钮 就跟这道铁门看 往两边开开 开开之后 堵头这是一间暗室 他举着蜡烛进来 一看在这暗室当中 摆着一个大铁箱子 这功夫 陈青秋就在这个铁门边这站着 瞅着盖娇娘 这铁箱子盖上 也有三个居花钉性的按钮 他按着这当劲 这一个啪一嫩 就和这铁箱子嘎啪一响 盖娇娘一伸手 把这铁箱子盖就打开了 回手把这蜡烛 交给了陈青秋 给他举着 他往这铁箱子里面 一伸手 就拿出一个帽盒来 把这帽盒放在旁边 把这铁箱子盖上 然后 双手举了帽盒 走吧 两个人顺原路 又来到了井下 来到井下之后 把蜡烛放下 这盖娇娘 夹着这个帽盒 一个手搬着这个井 被陈青秋在后边扶着他 帮着他 爬上了井来 陈青秋 自从一下井口 一直到把这九龙珍珠关取出来 他对周围的这一切 看在眼里是记在心上 上来井之后 陈青秋又往这个小院落 周围看了看 看看这几间房子 看了看这棵树 把这个井的位置都记在心里了 他为什么要记住 陈青秋想 我得画一张图 把这张图 想办法传递到山下去 给小八一弟兄 安平镇公馆里边 这些人如果建造这张图的话 他们要晚上上个藏军山 就可以先把这九龙珍珠关盗走啊 如果真把这个东西先盗走的话 这就大事成功一半 或者是一多半 剩下就是剿灭这些盗宝贼了 什么事都好办了 陈青秋跟着盖娇娘就来到了前边 到了前面聚厅的工夫 现在聚厅这些人 戴主们已经喝得有的东倒西歪了 有的那出了到桌子底下了 可以说是炒菜摆出啊 盖娇娘把这个帽盒拖着往金石大棚盖石英桌子上一放 盖石英把这帽盒打开 伸手又打进帽盒里边 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关给拖出来 九龙珍珠关 上面镶嵌的是九桥金龙 许多珍珠颤颤巍巍都在金龙口里边含着 头巾相衬的也有几十颗珍珠 这个帽子忘记脱 西京哥得意 西京哥为什么得意 有几种心情 一种心情当着众为地区的面 向大家显示显示 看见没有 这帽子 我倒来的 另一种心情 也是他主要的一种心情 像陈青秋盖娇娘 这两个姑娘显示他自己能耐 哈哈 你看个全山寨 谁有我本事的 我把皇上帽子盗来了 他们这些个债主 谁也办不出这漂亮事的 所以说这着他伸手 就把这个九龙珍珠关接过来 各位 看见没有 这就是皇上升殿之时戴那帽子 谁要是把那帽子往头上一戴 他就是人王地主 现在 我歇金哥是倒这帽子的人 对不起了 诸位 我呀 要戴戴试试 不过我戴戴试试之前 先给咱们大寨主戴上 今天大寨主的寿赞之日 寿西老是戴完了 第一个就是我 把那种 您戴上 盖兴伸手把这帽子接过来往头顶中一戴 大家估计 不过一切无掌好 看来这皇冠谁戴上都一样 这帽子一戴上你就是皇上了 啊 哈哈哈哈 盖兴把这帽子戴完之后摘下来 吸金哥把这帽子接过来 他戴上 他戴了之后接着底下这些戴服 这个抢过来戴上 那个抢过来戴上 好 但是战牌就戴帽子 大家估争争强抢这一戴帽子 戴到最后有什么样都有 有那个dream刀枪的帽 拿过来歪着戴上来 你看我像不像皇上啊 旁边有人一看你还像皇上吗 我看你像个流氓 所以这帮人现在争抢这个帽子 就在他们争抢这帽子的工夫 陈青秋跟盖小娘就说 师弟啊 你在这喝酒啊 我上后面秀楼去一趟 我这是觉得有点头晕 是不是我不习惯意在热闹闹的场面待啊 我上后面休息一会儿 我吃点药 一会儿再回来 看见你怎么的了 有病了 陈青秋的不是 我就觉得脑袋天旋地转的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哎好 陈青秋说完这话 游达屋子里面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他直接构奔 后山寨他们的秀楼 来到秀楼之上 陈青秋一转身跨 把这秀楼的房门就关上 关上房门 陈青秋就拿出纸和笔来了 为什么 陈青秋想 现在趁着我这个记忆飞成新 我就马上把这个景图 我把他画出来 画完了之后 我带给身上 小拔的弟兄说过 要派人到山上跟我联系 当和我联系的人来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图让他带下山去 如果他们愿意望着来到这九龙珍珠关 就可以按图所记 把这九龙珍珠关给倒走啊 我来到之后就碰见这么一件事 真要他们把九龙珍珠关倒下去去 我就算是立的手工一件 什么时间画图呢 这会儿画最好 因为盖九娘平素当中跟他兴影不离 老跟着他 十二重桌 千二重塌 你说说 他什么时间能画这个图啊 所以趁着前面热着 闹闹 大家伙都在那喝的烂醉 污泥的时候 陈青秋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他到这把这个纸铺好了之后 提起笔来 这就开始画这个图 这图啊 画的很明白 画的也很快 画完了之后 刚才底下标完了那点字 想把这个图画晾干了 晾干了 它再叠起来 还没等晾干了 就听楼下有人说话 陈小姐在楼上吗 哎 陈青秋觉得谁啊 他睡到这儿来了 他干嘛把这个图一叠 刚叠了一半 就听有人从楼下顺着楼梯 蹭蹭蹭蹭蹭 走上来了 咱们下次 再说 陈青秋在屋子里边 把这个八角景的景图给画完了 刚画完了 墨迹未干 就听楼下有人喊 陈小姐在楼上吗 陈青秋当时一惊 这谁啊 跟我来了 他正在纳闷地公布 就听脚步声音 对着上楼了 蹭蹭蹭蹭 往楼上这一走 陈青秋当时的心情就紧张了 他马上拿起另一张纸 往这张图纸一盖 啪啪啪一叠 把这张图就揣着自己怀里 揣着怀里之后 陈青秋赶忙迈步出了秀楼门 望下一瞧 这人已经上了楼梯的一半 谁啊 西青哥 这西青哥走到楼梯一半 一看陈小姐出来 他手扶着楼梯的扶手 那一站 哈哈哈哈 陈小姐 你怎么那么小动的 也不打个招呼 就退席了 今天可是大寨主的好日子 你这一退席 你不怕大寨主对你生气吗 陈青秋先讲 这个人怎么跟我来了 陈青秋那姑娘多精盈 一看西青哥的面部表情 一看他的目光 就已经明白了 这个小子心里边不怀好意 他跑这发箭来了 陈青秋看着他 西青主 你想这干什么来了 我找陈小姐退席了 我就觉得他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那帽子让他们抢着带去吧 我跟着上这来 我看看 我想上楼 跟小姐您 谈两句话 可以吗 陈青秋说 西带主啊 这楼上是女儿家的住房 乱七八糟的 您进来 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呢 哦 那 在哪儿谈呢 你说 在哪儿谈 你有什么事 我有话要跟你张念讲 那就在楼下谈吧 您请下楼 你呢 我也下去 那好 那好 西青哥倒催着就下来 西青哥这一下子 陈青秋紧跟着眼下了楼 下楼之后就在楼梯口的地方一站 西带主 有什么话 您说吧 有什么事 陈青秋紧 说实在的 就是看 你在这九七宴上 跟改教娘两个人 这一队伍双剑 把大家伙都给震动了 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西青哥 从小到现在 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高雷高气 多少能人高手 我会的是无期待受 所有的人 在我手下取胜的还没有 所有的人 让我佩服的也还没有 今天我一看小姐 您一练这剑 我服了 服了服了服了 您这双剑 练的可以说是 炉火春青无可挑递 我打算跟你学学的双剑 怎么样 能不能教 我甘愿拜您为师 能不能收我这个小徒弟 陈青青说 西带主 这我可担当不起 西带主 您是夜入皇宫 到去九龙珍珠关的英雄啊 您的本领比我大得多呀 我怎么能教您武艺啊 我可不敢当 不不不不不 夜入皇宫到九龙珍珠关 那个 你没去 你要去照样也到了 哎 其实你的本事比我高 哎 我现在就想学你这张 这叫什么剑 梅花剑 对 我就学这梅花剑 这是双剑 哎 我就要学这双剑 双剑是女人练的 我就要当这女人 不是 我就是女人练的剑也要学 哎 有道说 一步压身 什么招数学会了之后 都能有用 你教不教吗 这个 话刚说到这 就听西京哥身后 有人就说话了 陈小姐 你要教他 可就得教我 西京哥回头一看 那张勇也来了 这张勇 晃晃当当的 来到西京哥的身旁 陈小姐 我也要当头的 要学你这梅花剑 你这梅花剑 练得比我师父那剑都好 你要不教我的话 你是瞧不起我 西京哥说 你来干什么 敬酒的时候 你跟着起哄 现在我要学剑 咱们你也跟着来学剑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冷着 行你学剑 就不行 我学剑吧 我们两个都上这来学剑 我们两个就是要在这发剑 西京哥心想说的什么话 什么发剑 对 就是要在这学剑 陈青秋一看这怎么办 俩子一回子了 又缠着他 化炎味料 晃晃当当的 丹风眼又来了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哎我说 我说周虹 周虹 我要跟小姐学剑 你学不学 就算我一个 我也学 西京哥在旁边可气坏了 西京哥一看 你们两个在这给我捣乱 我可告诉你们 大寨主有话 这个院子一般人等不准忘利进 谁说呢 一般人等不准忘利进 你怎么进来的 西京哥说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在山上 大寨主非常器重 我 到过九龙珍珠关 你们两个干过什么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虽然没到过九龙珍珠关 但是我们 偷过粮食没有 啊 我们两个 结过布匹没有 啊 那也算是给山寨 有奉献 对不对 你咱俩都一样 你别急 大了个九龙珍珠关 有什么了不起的 哪算什么事啊 这三个人在正蒸蒸草草的工夫 盖娇娘回来 因为盖娇娘啊 怕这陈青秋真有了病 回来要关注关注她 她回来之后盖娇娘一看 好撒醉鬼正在楼梯口这儿 你一言我一语指手画脚在这儿说呢 盖娇娘几步到跟前把脸上一沉 哎 我说你们这干什么呢 哎 西京哥一看盖娇娘 小姐 我今天到这儿来 要找陈小姐 学学剑 哎 哎 你们俩刚才那剑练得太好了 想把这梅花剑 学一学 怎么样 你们俩呢 我们俩也学剑 这剑派票呢 要教就一块儿教 对不对 你们都给我出去 臭不要脸 这盖娇娘的脸可拉下来 干口就骂了一句 骂了一句周空当时就愣了 哎 臭不要脸 你说谁 就说你们 你们干什么 啊 我这大师兄上山没有几天 你看看一个个 你们都撑不住气了 是不是 啊 都过来了 看那么多牡丹 你们这帮野蜂子都想过来采蜜啊 啊 你们不看你们长什么模样 家人没有镜子 尿泡尿自个照着 一个长得神头归脸 像牛头马面一样 啊 还跑这来呢 你不看看那个样 我告诉你们 我爹说了 这个院子谁不能随便进来 一会我叫我爹去 说你们都赶跑了 西星哥说 哎 小学 你你你你 别别生气啊 我们不是有歹意 真是就想跟你们姐俩 学这梅花见 没有别的意思 你你你这一说 就把我们这个 这这这这这这心 给误会了 我们不是说 对你大师兄 想怎么怎么的 这都山上自己人 我们都怎么怎么的啊 呃呃 就想学见 家俩俩好吧 你们啥都想学见呢 啊 都想学见 就是 我想学见 你们要想学见 我们家俩也不能 爱个儿叫你们的 你们这三个 有灵的 有笨的 我们当不起这个老师 这样吧 你们三个在这逼我 比前脚 谁最后赢了 我们就教最后那个 盖娇娘发坏 心想吐仔的 我让你们自个儿 先打一顿再说 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 这张勇一听 对 比前脚 西京哥 咱俩先比我 西京哥说 对 来吧 西京哥根本没服张勇 来来来来 过来 中手 这事张勇 已经喝的垂底之花 把这袖子一碗 我告诉你知道吗 这叫罪权 他说是罪权 实际上真罪了 往前那么一晃 光这一拳就打过来 西京哥比他们俩 喝的还少一点 比他们俩还清醒 一看他的拳 奔钱 就这么一打过来 西京哥往旁边一闪身 啪 一抠他的肘 一抠的肘 万全一带他 哪脚那么一堂 这张勇整个身子就横起来了 横起来之后就啪地了 啪 一下子来个大马啪 啪那时候的下壳也阻了地了 当时把这都抢掉一块皮 哎呀喝 盖娇娘在旁边一乐 就这样还学贱 师兄 吵着 看他们谁最后赢了咱们教谁 旁边那丹凤眼周红就过来了 看我的 他奔着西京哥过来一抬腿 上去又一脚 这腿踹的都没准了 西京哥往旁边一闪身 啪 一抠抠个脚脖子超出 望其一周 跟一个盗毛 哗 也趴下了 整个翻过去趴下来 这个刚一趴下来 张勇又趴下来 我说这个怎么去 这我说输是算赢啊 西京哥说你还不算输 你什么就赢 光 又一跟头 这俩人这个趴下 那个起来 那个起来 这个趴下 打了几个回合 那俩棋子 为什么 脸上挂不住了 开始好像半开玩笑一样 后来啊 把刀就弄出来了 这钟鸿一身手 身背后有片刀 撑 大片刀 往我一蹬 我告诉你 你别觉得你自己不错 你到了九龙 珍珠关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 你拿我摔着玩 你也可不是好惹着 咱们动兵器 他一说动兵器就跟西京哥探背方 我担刀也站住了 动兵器会怕你们吗 来 三个人三脚 各把一方 晾开柿子了 盖娇娘一看 这可要麻烦 真要这仨人才动起手来 要闹出人命来 这是我穿的 盖娇娘马上吩咐手下的丫鬟 快点到前面叫大哉主杰叫我爹快来 就说这后人要出人命了 小家伙登登登 往前面就跑 这一宫这三个人在院子里面又打起来 这一打起来挺的 高光闪出兵刚之响 这三人咋都打乱套 西京哥也说不上是跟他打 也说不上跟他打 这兵器就烂碰一气 顶了光了顶了光了 正在这打着 盖世英优打前面来 盖世英优打前面来到后院 喊了一声 瞅瞅 这一声助手 真好使这三个人当时把刀一清 西京哥站着了 江勇霸刀一阻 吐了 这江勇这一吐 这丹凤眼都红 哪刀在这瞧着 盖世英优 您给说句公道话 您说 我们仨 到底谁输谁赢了 盖世英把手一盗 吵着他们仨 你们干什么来了 这周虹哪刀 我们 我们干什么来了 哎 我们干什么来了 他忘了 这醉鬼喝的多不多 盖世英吵着他们三个人 你们三个人也是山上的负债组啊 嗯 当着我这个侄女在这 你们不先丢人吗 从今往后 这个后宅院 不许你们三个人再往你们来 都给我出去 盖世英这身是他们这三位 别看醉了 醉了也懂得山规不可违抗 这三人第一轮都晃晃当当 出去 他们往外一走 盖世英看了看陈清秋跟盖小娘 你们两个人 别上前面去了 就在这修楼上休息吧 盖世英转身 跟着他们三个人又回来 这不是有丫鬟 把他吐那酒都给打扫干净了 现收拾一边收拾一边 骂吉 丫鬟心想 这什么玩意儿 喝醉了就怕我们这吐来 盖世英跟这三个人 来到前边聚清 聚清这酒 大家伙儿正在喝着呢 正在这喝酒的功夫 前边有一位山上的楼罗 往这边禀报 谁禀大战容 电西兰求见 盖世英也听什么 电西兰又来了 电西兰在这个时候来 那得让他进来 我对寿担之日 奋勃有请 小楼楼往外边去不多时 就看电西兰又到外边走进来了 电西兰干什么来了 电西兰到山上 来跟陈清秋街头来 小八一弟兄早说了 陈清秋上山之后 要派电西兰跟他联系 昨天上的山 究竟落足如何 站稳没站稳 打算盼电西兰到这来 探听一下这个消息 因为电西兰最具备上山的条件 电西兰今天上山 滴了个小布兜 为什么 电西兰知道 今天是盖世英的生日 他想起来了 借着这生日 他要做点文章 滴着小布兜 来到这大厅里边 停足一站 总爱 到 到 还挺好啊 开评论西兰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今天不是 你的受赞之日吧 别别忘了 小弟我能忘得了吗 你的受赞之日 我怎么得到这 跟你表示祝贺呀 我跟你特意 送来一个寿礼 你看这玩意儿 还好玩不好玩 还你伸手 又在这口袋里边 一滴落 男生拴着一小王八 把这玩滴落 除了之后 所有的债主 都乐了 有送这寿礼的 那不对 千年王八 万年归 说你能活 一万岁 咱们下次再说 小义是电信兰 来给盖世英 败寿礼 同时还给他 带上了一份寿礼 这寿礼是他 逮着一个 拿绳拴着的小王八 低了起来之后 所有的债主 都在那乐呢 盖世英 也对他没有办法 说你怎么 给我送这东西啊 这电信兰 还有个说道 说这玩意儿 活的年头最长 千年王八 他万年归 你能活一万年 所以说 我给你送这玩意儿 平常送这玩意儿 好像是骂人 现在我送这玩意儿 是给你祝寿 弄的盖世英 是哭笑不得 你说对这么一个小师弟 这么一个孩子 尤其是现在 他的老爹爹 我的老师 电龙电步云 已经被我给软禁起来了 我更不能得罪他 我还不能惹他 好吧 小师弟 这个东西 把放哪儿啊 这 这玩意儿 我看 话你们俱一听 这大方 躲上 旁边 中施主 一听 我们俱听 当今 要拴个绳子 挂这玩意儿 我们大家伙都成 什么玩意儿 我说 少爷 您这可不行 您这玩意儿 最好 放到旁边 放 放旁边 那也行 我 定个顶上来 给你挂墙上 旁边一看 大小孩不能拦他呢 马上有 啰啰兵女 找来一钉子 这位给 定个钉子 真给挂墙上了 挂那之后 电信栏转身过来 还说一朗 今天我 我得给你 拜兽啊 我得给你 磕一头 说的话 他就跪下 跪下之后 盖心赶紧过来 伸手相承 小弟 你不用给我 磕头拜兽 不不不 你别 别 别 别拦着我 我跟你说 我跟你磕了一头啊 不光是拜兽啊 这其中还 包括这 其他内容 盖世英说 其他内容 你说是什么 时不相瞒 我回家之后啊 跟我娘 说了 哦 我爹被你在山上 给软禁起来 我娘一听啊 可就掉了眼泪了 我娘就跟我说呀 说盖世英 千不该 万不该 不该 把他的老师 软禁在 藏君山上 他这是 想要我们 娘俩的命啊 你跟盖世英 去讲 你就说呀 当时娘的 要求求他了 你把你的老师 放下山来吧 放下山来之后 哪怕 我们给你 跪地 磕撒头 我们都干 我说 您那么说 他也听不着 您讲啊 他说 你就去 就说 我这么讲的呀 按照我的话 跟他说 不行 你给他跪下 你这一跪 就代表 师娘 我也给他跪下 我是代表 你师娘 到底给你下跪来 盖世英 行不行不行 你快起来 这更不能跪了 他马上 把电信篮 你给掺起来 小师弟 你不要着急 老恩师 在我的山上 吃的好 喝的好 住的好 睡的好 什么事都没有 单单 我跟小巴 一分出 上下 高低 必定将我的老师 送下山去 好 我就问你 你 还得几天 那回跟我说 五天 现在是不是 还有四天 四天 那么说吧 什么时候 把小巴 一战败 我什么时候 把老人家 送下去 你又改主意了 对不对 你说话 不算话 不是 大丈夫 你要照这样的话 我回去告诉我娘 让我娘 和亲的上山 找你来 师弟 千千万万 不要这样 你放心 尽快地让老人家 下山 也就射掉 好 那就那么的吧 小师弟 快坐在旁边 喝寿酒 寿酒 我喝不下去 我爹在这山上 压着 我在这喝你 受酒 我 我还是人吗 我肚子里 还有心吗 我现在这肚子里边 就挽着一大疙瘩 我就想着到山上 来算算心 溜达溜达 我看你们这帮人 一个个喝的 都好像搬不倒 神经里 看看 东倒西围 满脸 通空 眼督的都像兔爷 一样的 我还跟你们这帮人 在一块 还打脸脸吗 我 我让后山 我去找 找 找盖娇娘去 我找他 我跟他 我们俩玩 我们俩练舞 这电信兰呢 很熟悉盖娇娘 像她一个14岁的孩子 经常跟盖娇娘 在一块练舞 电信兰说着话 奔到后边就走 盖世英一瞧 就让他去吧 找盖娇娘 这也没什么 但是 盖世英忽然就脑子一转捻 让他自个儿一个人在后山 这好吗 虽然看电信兰出了这个剧厅了 盖世英也溜溜达达走出来 这公司电信兰已经奔着后边走过来 来到后山寨 到了这个秀楼跟前 电信兰先喊了一声 盖 盖 盖娇娘 他在下边这一嗓子一喊 盖娇娘有打绣楼 上面就一吹房门 出来了 谁啊 我 我来了 你 小叔叔来了 他知道这辈儿 一边跟他人小 辈儿在这儿呢 他跟盖世英论师兄弟说盖娇娘真得管的叫小叔叔 但是盖娇娘口里边称小叔叔实际上把他当个孩子 哎呦 小叔叔又来了 干什么来了 哎 找你 找你玩呢 找你 想练练武艺 下来下来 下来 他一摆手 盖娇娘一挥身 师兄啊 来 看看我的小叔叔怎么样 陈清秋油打在楼上跟着盖娇娘一块游下来 来到这院子里边一看电西来 陈清秋假装不认识他 哦 这是哪位啊 这个啊 这是 我老爹爹的小师弟 他叫电西来 大家都管他小义士呢 我说小叔叔 今儿来干什么 今儿来找你要练武 练武 三次心 三次 他是谁 他是谁 盖娇娘说你不认识啊 这是我的大师兄 叫陈清秋 是你的大大 大师兄 那你们俩是平伴呗 你们俩是平伴呗 也得管我家小叔叔呗 还不过来 参拜小叔叔 陈清秋 心中爱想 这电西来 这戏眼的不错 装的挺香 陈清秋就过来 飘飘一个万富 参见小叔叔 还半聊 陈清秋这才站起身来 那么小叔叔 您会练武术吗 还当然会练武术了 盖娇娘 今天咱们两个练什么 是练刀 还是练枪 还是单刀拐子 破花枪 盖娇娘是这样吧 听说你那小藤森挺厉害呀 小藤森 三十六路 打遍天下无对手 那么今天我跟你 用一口宝剑 逗逗你的小铜锤如何 就怕你打不过我 那宝剑在哪 我那宝剑就在那边 兵器架子 你去拿兵器架子 我拿兵器架子干嘛 拿宝剑 这事盖娇娘转身 奔那兵器架子去拿宝剑 就她转身 忘了拿宝剑的这公主 建西兰两步往这边一靠 看着陈青秋 他怎么样 陈青秋伸手要打回来 把这图就套回来 看着盖娇娘的背影 收起来 他把这图拿过来 往兜里边一揣 就这一瞬间的功夫 盖世英又打外边 一步就进来 把这建西兰吓一跳 揣兜里边之后 拿手救出这捂肚子 哎呦 今天药不好 这口吃的不对劲 他可能一会儿要拉肚 盖世英走进来一看 起来 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我在这干什么 我在这要跟那个盖娇娘 我们两个想比比我 较量较量 这公盖娇娘已经把宝剑就拿过来 拿过来宝剑之后 变起来把这小葱葱拿出来 假装跟盖娇娘在这 蹦蹦打打 蹿蹦跳跃 打了那么十几个照片 最后就蹦出圈外 停 今天 就这么着了 咱们 改日再会 我说 大师兄 我呢 就就就回去了 我回去之后 把这事儿如实的向我娘说 反正我娘是要找你 要我爹 你就尽快往外放 盖世英你尽快放心吧 我让人送你 等会儿 你让人送我 大师兄 你现在心里非常恨 你想把我爹的给软禁起来 还想把我也杀害了 对不对 凭良心说 盖世英说何出此言呢 我并没有这意思 没有这 还这意思 我跟你讲 我上回下山之后 就有个小子 轻杀蒙面 手中拿着单刀 跟我动手下冒杀了 而且给我来的一毒药镖 在这一串皮 现在这镖伤还没好的 你 就是你 你山上的人 没有错 你暗地派人 轻杀蒙面 让我认不出 他是谁了 想把我杀了 我要一死 我们老店家就断了肿了 你 你 你狠不狠 盖世英你听 真有这种事情吗 我能撒谎吗 不信 你 你看 说着话 夸他把他衣裳里面 往旁边一脸 这飙伤露出来 盖世英你瞧 你准知道 是我山上的人干的吗 不是你山上的人 哪干的 要是别的人 他干嘛用 清长蒙面 你 你会查他 你看他像谁 我 我看他像谁 我看他 那山框 那胖瘦 我看他 谁都像 盖世英就这事 不好办 谁都像 我找谁家 我把这 负债主 全部都杀了 啊 反正那么说 你就问问他们吧 你看他那个谁的脸上 要变颜变色 反正就是谁 盖世英说 好 一会儿回去 我一定查找 我走了 电启兰说的话往外就走 盖世英随口往外送 盖世英这回呀 听电启兰一说这句话 他自个倒不放心了 亲自把电启兰送到山下 送到山下之后 南北两个楼兵摆了一只小船 让电启兰坐在船上 没走飞云桥 绕到了山南面 让他上了南 电启兰假装上岸 跟两个楼兵一告别 然后进了树林 他就拐了弯了 奔着安庭镇 斜查下来 电启兰回到了安庭镇 一见了阮英周景龙等人 当时就把这图掏出来 把图掏出来展开 大家伙一看 这图底下有注解 告诉他们 这就是九龙珍珠关 藏放的所在 阮英说好啊 看起来七嫂有本事啊 左上山今天把这图就弄来了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他们瞅了瞅花云瓶 七哥 你看见没有 这事您能办得到吗 花云瓶点个点头 嗯 看来青秋果然是女中豪杰 谭天娘的那些 甭说了 咱们合计合计怎么办 乱英说 我看这个事事不已迟 今天晚上 咱们就一入藏尊山 不过这个中山在后院 望着去的这个路 谁熟悉 殿西兰说 哼 我熟悉 我可以跟你们领路 彭天娘也说 我也熟悉 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 乱英说好 我跟你 雷霆 家人接起来 咱们三个人去 谭天娘说 那我也算一个呗 因为我这山上也出出进进的 有不那么几趟了 对这一段我也略知一二 软英说好吧 就咱们四个人 多了不带了 当天晚上 咱们四个人收拾紧身 利索 犹达公馆里面就出来 出来之后 灭族浅宗悄悄地来到 飞云桥的桥头 当他们来到 飞云桥的桥头的时候 一看坏了 今天晚上 由于山上是盖世英的生日 寿代 所以这桥从那边 很多的楼兵都在那把守着 灯秋火把照有如同白照 看样子有一百多名楼兵在那分几拨来回之走 在这你要上桥 一登这桥 对过就看见了 婉英说这桥咱不能上了 这怎么办 天心来说 你看看 这玩意儿还是 这我来吧 我要不来 你们就上不了山了吧 你们跟着我 顺着这个绕山河 咱往那边走 由打西面往那边绕 就绕到了北面 由打北面 又转到了东面 在芦苇丛宫 天心来在这 藏了一条小船 原来那不是都往山上来吗 带着船藏到芦苇丛里吗 在这放着呢 天心来说 我呀 拿这小船 把你们摆过河去 就在这后面上去 不过都得多加小心 他们四个人一起撑着这个小船 就过了河了 过了河之后 船一靠岸 又搏在芦苇丛中 天心来软英 汤铁牛家雷霆 四个人纵身上岸 他们躲避着巡逻的楼兵 用这大树灌木丛 折挡着自己的身形 一点点的奔着中山寨就走来了 最后 他们就来到了中山寨的后院 歪拨的大柏树跟前 到在这的时候 看见这个八角井了 这个图 他们在家里边没动身之前 就是研究了半天 几乎把这个图下去怎么走 全都背到心里边 看在这 下井 潘里林车不能都下井 井上面里留一人 万一他们要有巡夜的到这 发现我们下了井了 一吵吵一喊 人家不用跟咱们打 弄块大石头 把咱们井口一压 咱们哥几个就在里边都活埋了 作为谁在上面 电信来说 我在上面 唐铁牛说 我在那井底下 说的话 那三位就都下来了 下到井底之后 唐铁牛站着就不动了 雷霆跟阮英两个人 顺着旁边 这个圆圈门就进去了 他们往里走 电信来在井口上面 那么站着 电信来心里还合计了 你还别说 今天我们来就不错 大概都喝酒去了 他们谁也没往这来 话言未了 就看犹打旁边 走过一个人来 手里边钉了一口担刀 电信来一看 谁 三凤岩周红 坏了 咱们下次再说 阮阳藏铁牛雷亭 电信来四个人 夜上藏军山 倒在中山寨内 柏树下八角井 要想盗取九龙珍珠关 阮英跟雷霆两个人下着井 顺着地道往前走 这藏铁牛呢 在井底下放哨 井口上边 这有电信篮在这放哨 想一是电信篮手中 拿着小铜锤 正在这来回转的工夫 忽然发现有远处 走来一个人 电信篮警觉的就问了一句 谁 这个人手里边 滴了一口刀 我 丹凤岩周红 一报丹凤岩周红 电起来知道 这是山上一个负债主 这周红干什么来了 今天晚上 待着周红在这值班 感情这八角井啊 白天有四个喽啰在这看着 晚上是一个负债主 带着两个喽啰在这看着 日夜都有人在这守看着 怕的是把这九龙珍珠关给丢失了 今天按照日程牌 盖着这周红倒着来值班来 由于前山寨给盖世英庆寿 山上所有的政府偏债主全都喝的东倒西歪了 所以说这周红往这来的时候时间也晚了点 在他没来之前 那两个看景的楼兵已经接了班了 接班跟没接班一样 为什么呢 这俩看景的楼兵啊 白天在前边把这酒喝多了 这二位有一个到这儿 看看这景周围没什么事 晃晃当当的跑这个小院的角的地方 有几棵树 上那方便方便 方便完了就困一袭来 裤腰带没记上的树根底一出了 坐那就睡着了 这位在那窝着脖子 呼呼的直吹气 睡得特别俗 你想喝醉了的睡着了 一般动脚头不带醒的 另一个呢 另一个楼兵他倒没睡着 这楼兵没出息 掺嘴 爱吃肥肉 今儿把这肥肉吃的太多了 到这儿到景边转了一圈之后 马上就上厕所 为什么 蹲度划长 这位到那厕所里边蹲下 他就出不来了 从那个在厕所里蹲着 这个仔这树旁边睡觉 阮英藏铁牛等着往这来 就查这个空进来 他们可不知道有两个楼兵 已经一个睡着 一个在那蹲着 进来之后 阮英跟雷霆下去 藏铁牛在井底下 电锡栏在这站着 这功夫 周虹才来 单风眼周虹今天也没少喝 白天上姑娘那后宅院 折腾了一气 在这儿呢 酒已经算是醒了 想起来今天晚上 他在这儿还有一个看警的 值班任务 这一路刀 晃晃当当就来了 他原以为这地方 有两个楼楼 可这远处一看 在井边晃晃当当 有一人影 周虹心想着谁啊 瞅着个头不像那楼楼呀 怎么这么矮呀 那电锡栏呢 小孩啊 他个能高吗 电锡栏一问他 他一回答 周虹 电锡栏已经坏了 他就负债主来了 负债主一来 他可别听着这井底下有动静 一听见井底下有动静底下 他这三位就上不来了 要全山寨都惊动了之后 这些个贼寇都出来 我们就下不了山了 但是电锡栏走几步就迎上来 他有他的心眼 我别让他上井边靠 哎呦 我那谁呢 闹了半天 周债主啊 你好啊 周虹一看 嗯 这不是电锡栏吗 是吗 哎 他 他 咱们都见着了吗 哎 你小子今天白天上山之后 你不走了吗 还谁说我走了 我看 我大爹人 他转头又回来了 我今天晚上 我回去 我也闹心 我爹 我在家 我妈明天跟我老哭 你说我回家干什么 还不如在这山上玩你 所以今天晚上 我就在这山上 我就转悠着在这 溜达溜达 放在心 在这玩玩 接下来 这是什么地方 你在这玩啊 啊 我玩可管什么地方 哪不行我玩 这地方可就不行你玩 这个地方 这芭蕉井 是存放贵重物品的所在 你在这地方转悠 容易引起别人对你的猜疑 别人对我猜疑 猜疑什么 猜疑我 偷 偷 我偷你们东西啊 啊 你们的行李边 有什么玩意儿 这行李边 竟是吃钱的东西 你快走 躲着地方 我走 电析栏心里喝下 我怎么办 我在这跟他穷磨牙 磨时间长了 底下那也得上来 一上来就非得发现不可 发现就得打呀 我把这兔崽子揍住 我揍住 我未必揍得数他 他低了刀 我这小葱瓷 我干得过他吗 啊 哎呀 电析栏可超了急 正在电析栏着急的功夫 就在这周空的身后 有脚步声音 在周空听身后脚步声音 一响就扭转回头 谁 就听身后回答的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 啊 啊 哎哟 这周空走到跟前一看 正是陈清秋 哎哟 哈哈 陈小姐 一看陈清秋 他把这个大眼睛 睁得特别那么大 三封眼睁开了 大手区别特大了 陈小姐 这陈清秋怎么来了 陈清秋知道 今天晚上小八义的弟兄 有可能要上山来盗取的珍珠关 当然了 他的图送下去之后 小八义的弟兄呢 也有可能今天晚上不来 但是作为他是一个卧底的奸细 他不得不忘这里来看一看 今天晚上跟盖焦娘 在屋子里边坐着闲聊了一阵 陈清秋就说我今天白天让他们闹碰着 我爱着心里边特烦乱 不愿意在屋子里边待着 我上外边转悠转悠行不行 盖焦娘说我陪着您去 陈清秋说不用 我这个人呢 喜欢自己一个人散步 盖焦娘说好吧 师兄啊 你出去之后啊 加点小心啊 你可别下山寨 下山寨这个道路你不熟 别掉到圈坑里 陈清秋说这样你就放心吧 陈清秋在墙上摘下了一队双剑 就他们今儿两个啊 在前边受堂上五炼的那种双剑 他拿着一个双剑 作为防身之物 在手里边拿着双剑 他就出来了 出来了他的后宅院 陈清秋就奔着中山寨这个芭蕉井的方向 溜达过来 当陈清秋走到这附近的时候 听见对面有人说话 陈清秋一看 有两个人一着眼 这公布周鸿一转身 一看见陈清秋 陈清秋又认出来了 这才单凤眼周鸿 陈清秋就说 哎呦 这不是招债主吗 哎 趁是我呀 哈哈哈哈 陈小姐 深清半夜的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这公布电信栏在内了 别看这夜色茫茫 电信栏的小眼睛瞪着挺大 瞅着陈清秋 这夜色这小子得把它处理了 知识眼色 陈清秋灵机一动 心里明白了 山下来人了 要不然电信栏不能在这儿暂着 陈清秋并没跟电信栏搭话 他看着这周鸿 周代主 我上这儿找你来了 啊 这周鸿已经当时的精神头就上来了 你找我来了 你找我干什么 周代主 您忘了 今天白天 您不是上我们后宅院去了吗 你跟西金哥 还有张勇 你们三个人一块去的 您不是说 要跟我学这梅花双剑吗 对对对对 我当时没答应您 说实在的 我也不好答应您 您说我要答应了您吧 他们两个也要跟着学 我教的过来吗 你们那么一闹呢 盖宅主一来 把你们就撵走了 一撵走了呢 我心里面可惦记着这个事 刚才呀 我这前面找您去了 听前面的人说 说今天晚上您在这值班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今天我在这值班 我现在 见您值班的功夫 有的是时间 我就把这梅花双剑 交给您得了 您看好吗 陈清秋这几句话 说的非常的轻柔 周鸿听着 觉得浑身上下 那是那样的舒服 这周鸿当时就 忘乎所以了 自个儿心里边 多少也有点警觉 周鸿心里 何解 淡凤衍呢 淡凤衍 这姑娘 怎么对这三个人 都没感兴趣 就对你感了兴趣呢 俗话说 情人眼中出西式 那我也不像西式 也可能这姑娘 生性喜欢大小眼 天底下没找到 就看上我了 这眼神有的好 我说陈小姐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一定 好好地跟你学 这些难学不难学 陈清秋说 不算难学 您在这儿 不是值班吗 有这一碗的功夫啊 您就学会 好好好 我现在 我现在就有一口刀 我应该有双剑 嗨 您这是武术的链剑子 您就有一个刀 就当剑使 那个手就空着 光笔划就行了 对对对对 我这手就能光笔划 这刀 一碗花 我就知道了 好好好 您交给我 交给我 交给我 我马上就练 我交给您 我说你的小子 你快走 变西兰逼了小从车 不 我拿走 他要交给你 他练剑子 我在这儿学学 没你的事 没我的事 我坐一眼点 他也不让你 电西兰跑旁边站着去 这阵周红啊 没心思撵电西兰了 全部注意力 都在陈青秋身上 陈青秋这功夫 有打这剑翘里边 把这双剑就抽出来 双剑入的是一个翘 抽出来是两把 他这个剑翘往旁边一撩 双剑左右一分 来吧 你把刀也拿起来 就当剑石 哎 好 我的刀拿下来了 您交给我 陈青秋是您看 这个剑 再起合着 先从这来 然后 上手 分剑 碗花 上 不 戳 陈青秋走了一个剑式 这周红也跟着走 对 他把这刀往那一横 是这么走 碗花 上 不 戳 这阁楼眼睛怎么吵 怎么别扭 但他自个觉得 感觉挺好 戳 这一下子亮起来 陈青秋就交给他 走的剑 走 走 左手剑往前批 右手剑往前批 好 我知道 还冷的 他走到这里功夫 陈青秋是你看着 这个剑 往这面一绕 哎 他价值量 这个往那边一绕 对 往那边一绕 对 绕完了 下一步呢 陈青秋这个剑 在这么一绕 下一步就是这个剑呢 往前批他们一走 在这进去了 一声这剑就给他挡进去了 周洪这正拿着刀 这这么一绕啊 这个就 啊 到现在他才明白 感情的陈青秋不是喜欢大小眼 要喜欢我还能给我来这一下子吗 这剑进去之后 陈青秋把肩膀一拔 拿脚一踹 噗通一声 这周洪就树就树就树在那 周洪树在那之后 垫起来一看 他真漂亮 他一拨 奔过来 扯着周洪的尸体就来到这井口 这儿 冲着井口底下 有人呗 有人呗 唐铁牛在底下呢 什么事 快 再一个给你蹦下去 怎么 再一个给我蹦下来 对对是上门容易让人看见 尸体接着 蹬 下去了 唐铁牛还没怎么弄明白怎么回事 人下一个把唐铁牛下来掉 什么玩意儿 蹦下来一个人 唐铁牛一猫 血都流出来 哎呀 我说上班 上班开了 糟了 这是啊 这小子我往哪塞呀 这行李不那么点地方 正好旁边这有个通道 他扯了他肩膀子 转到通道里边去 这个工夫 阮鹰跟雷霆两人 已经顺利通道进去 他来到头道铁门这 一门铁门上按钮 这个铁门滑稽的开开 接着走进这通道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走到尽头处 又到了二道铁门 又一按这按钮 这二道铁门 起来了 进二道铁门 这里边是一个藏室 屋子里边有一个铁箱子 按照那个图纸上所画的 铁箱子三个菊花钉 当件这个箱子就能打开 雷霆先过来 一按当件这个菊花钉 然后把这铁箱子 啪一打 阮鹰在后边 挤着那只蜡蜡 拿这个蜡的光亮 往里一照 这铁箱子就空空如也 这帽子没在里呀 阮鹰说不对呀 他们挪地址了 雷霆说我记得 咱们刚才往里走的时候 旁边给你叉叉 咱们那叉怎么在逃走 阮鹰说好 两个人车身回来 就到叉道事 到叉道事 顺着叉道往里一走 一旦前面也有一道铁门 这雷霆一想 可能这铁门的销黄 都是一样的 就按着按钮吧 一按着按钮 哗啦的铁门起来了 这铁门刚一起来 雷霆迈步 抬腿往里 刚这么一走 脚一针劲 勇打上面有一口 月牙杂动 咱们下次再说